这座位于悬崖峭壁之上 为了躲避曾经太平天国战乱所建的三多寨 如今还有昔日的辉煌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现在是在四川自拱 在我身后的山顶上就是三多古寨 这个三多寨也被誉为川南寨谷之冠 下面咱们就一块沿着这个蜿蜒的山路上去看一看 这个三多寨的名字可不是取自于许三多 它是取自于庄子天地篇 是寓意这个三多寨的后人要多福多寿多难 我们现在是从南门往上爬的 它这个南寨门曾经是最显要的一条路 也是当时的一个主要通道 一路从山脚走上来 这条上山的路两侧都是非常茂密的丛林 就给人一种很隐蔽的感觉 1853年三多寨开始修建 历时六年,在清咸丰九年建成 总计划费高达十余万斤 三多寨寨墙全部由大青石砌成 高十米,宽三米,寨三米 寨墙总长为4650米 从天空俯瞰整个古寨 水田遍布,千墨交通 老街,田园交织在一起 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 时至今日 即便岁月洗尽了曾经的辉煌 却依然令人惊讶 当年寨子的规模实在是令人震撼 当我走进这个寨子之后 我发现里面的环境跟外面完全不一样 这里边还是挺热闹的 就是一个人们现在在正常生活的一个镇子 我现在站在城墙边上往下看 我觉得视野非常开阔 在曾经没有修这些路的时候 这个地方一定是一手难闻的 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能看到尖山晚照的九段 有一句诗也是这么修论 尖山晚照零五 十里园圆三里静 一山狭彩半山 有夜看流星 在寨子刚建好的时候 就吸引了各地市深 官宦 商谷 纷纷入寨 悬点定基 营造府地 从南到北长达几公里的地带 房屋林立 修建了中式庭院 魏巷市阳楼 和中西合璧的豪华府地 共有三百多座 如今的寨子里 到处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我们随处可见当地居民 晒的萝卜条 还有腊肉 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 像这样的田间小路 在城市里基本上是 很难再走到 这两边呢 种着的都是我们熟悉 或者是不熟悉的蔬菜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原始 当太平君和李永和 都被清政府剿灭之后 三多寨这座用于逃难的孤城 便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关闭在这里的人 尤其是那些有钱的盐商 他们感到了古堡生活的寂寞 纷纷回到了自留景 或是富顺城 三多寨就此慢慢的 却又是不可抵挡的 走向了衰落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我们现在走在寨子里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是其实这个寨子呢 它是建在一个地势 非常显要的地方的 俯瞰三多寨 我们不难发现 它俨然是一座封闭的城园 独立的王国 一守南宫 每一个古村落都是一个传奇 它们承载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意义 人文生态和社会发展轨迹 每一个地方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详细的探索 整个三多古寨还是非常大的 它有东西南北四个门 大家如果来这的话 是可以直接把车开上去的 不用像我们一样 停了车之后再爬到山顶上去 在三多古寨里面充斥着 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 也保留了一定的古建筑 如果说没有现在修的这些路 想上这个古寨的话 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它的这个地势确实是非常显要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